台灣龍獅文化在台發展永久 在傳統廟會祭典上常可見色彩斑斂且造型威猛的龍獅演出 基隆呂師傅龍獅團在台已有70年歷史 隨著近年龍獅團多次與國際交流比賽 龍獅文化也逐漸獲得政府重視 實際上龍獅之前在一二十年沒有被國家來做一個比較重視跟認定 慢慢進這十年上下左右吧 國家也慢慢的重視我們這個體育項目 在團員訓練上 與師傅龍獅團強調團員除了擁有精湛技巧外 養好的品德也是團隊所重視的一環 龍獅團內有些團員因個性叛逆或行為偏差而被師長送來訓練 透過師傅及教練的教育以及團體生活的熏陶下 讓每位團員都能找到一技之長 因為小朋友過來都是行為有一點偏差 每個團隊都有他的管規 那等他們先熟悉了之後知道這個 大家都是跟著一個模式去走的話 就會慢慢都去融入大家 近年龍獅文化打破早期與鎮頭文化的負面連結 將傳統龍獅技藝翻轉為體育之光 也讓迷途少年在龍獅文化中找到歸屬感 記者吳凌珍同建盧采訪報導 中文字幕——YK